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姓保罗男女中学 男同学已经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取录 修读自然科学 女同学就打算留在香港读医学院 另外两间中学考获七科五星星格状元 同样纳致成为医生 看一些武俠小说或者历史故事 看到可能医生或者叫大夫 都可以叫做要守回春 起死回身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经常都focus不到 我不知道其实是不是COVID的效果 还是中时我觉得很难 因为我当时之前哭了两晚 当时就都是爸爸妈妈去安慰我 去跟我说你行的 他说本身获得海外大学取录 但成绩比预期好 会考虑留在本港升学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全港约有4万5千个专上学额 比应届学校考生重要多 有议员预料 未来入读八大分数会随着学童减少而下降 大学要做好把关 放榜之后 有成绩达到最低入大学要求的学生 去到私立大学报名 有学生英文科失手打算来碰一下运气 大约17400人考获本地大学入学要求 联照派13000个资助学位 即是大约每13个达标的人 就有10个人入到八大 私立大学会不会有压力呢 我们的收身情况相对稳定 但是总的报名人数 其实是比去年还多了千多人 亦都我们看到 到现在的收身的成绩 跟去年都是相弱的 没有明显是下跌到 今年有18分以上 就很大机会读到资助学位 比起去年要最少20分容易 有新兼大学教授的立法会议员估计 门栏分数未来会随着人口减少再下降 提醒大学要做好把关 现在低门栏入的同学 他日入毕业的时候 表现都是一样 是最差的 不是的 很多时候他找到他喜欢的学科 他表现得很好 假设我们收了一些同学 他的英文不够好 我们就要责任 就是要跟他恶保英文 令到他追得上其他同学 是最基本学习的需要和要求 文憑市推出以来 沿用四科核心科加一科旋修科 达到33222成绩的入学基本要求 需不需要调整为大学做好筛选呢 本身是教育大学协理副校长的议员周文讲话 招生的时候可以在座平衡 不是说你持有33222 你就可以毫无阻隔地进入大学 大学本身其实在不同的学科 他自己都有些家权 那个主科特别重视某一些参照的科目 他一定会将它佩戴 不会因为将课就教 行政长官李嘉超也都面临考生 文憑市的成绩 不是你们学生生涯 至今唯一一个KPI 他又说政府和各个团体 会提供多元学习和就业机会 给青年发挥所长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今年有18个在囚人士应考文憑市 8个人取得入读大学的成绩 当众一个人更加考获6科29分 是历来最好成绩的在囚考生 21岁化名阿明 入育前已经考过文憑市 成绩普通 入读副学试课程 一年级的时候受憑背影响参与暴动 罪成判入沙咀诚教所 反而可以专心读书 每日用8至9个小时温集 最终考获最高6科29分 中文更加考到五星星 成为历佳文憑市 考取最高分的在囚考生 他想着获释之后入大学 读中国研究科程 我小时候就经常和家人一起回内地 探侵 本身对内地的印象都非常好 被判营入来那阵 整个社会风气影响 这些评估也就令到我们对国家是有些误解 他期望赶级9月新学年开学 因为我刑期就是大概到今年的年尾 我接下来都会在所内积极参加不同的活动 希望可以争取我的表现 尽早获释 程教署今年有18个青少年在囚人士报考文憑市 其中8个人就考获符合33222的 本地大学基本入学要求 特殊需要考生方面 今年有4127个人申请特别考试安排 创有纪录以来新高 自由幻想肌肉萎缩症的林海咸 13岁由内地过来香港 平时要借助轮椅出入 想落床都要人协助 因为我住在宿舍 宿舍鼓励阿sir都好 支持我鼓励我 他最终考获6科14分 不过英文成绩未如预期 想着明年再战 无线电视记者张天日报道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会误美国前国务卿基身格 说美国对华政策 需要基身格式的外交智慧 试图改造中国是没可能的 基身格就说 美中应该平等相待 保持接触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星期三在北京 会见到访计美国前国务卿基身格 赞揚他为中美关系破冰发展 作出历史性贡献 王毅表示 美国对华政策 需要基身格式的外交智慧 试图改造中国是没可能 围堵压制中国更加是做不到 台湾问题上 王毅强调若美方真心希望台海稳定 应该用行动明确公开反对台独 和台独分裂行径或清界线 基身格就说 一个中国是上海公报作出的严肃承诺 相信美方不会动摇或者背弃 强调美中应该平等相待 保持接触 试图孤立或者隔绝另一方 是不可以接受 和基身格差不多时间访华的 还有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他星期三结束行程前 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 韩正说 中美在气候问题上 拥有紧密沟通和对话 双方的联合声明 向世界传达积极信号 克里就强调 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威胁 应该和其他外交议题分开处理 若果中美攜手合作 能够为解决气候问题 带来重大转变 无线电视记者叶芳宏报道 泰国国会投票通过前进党党灰皮塔 总理候选人第二次提名无效 宪法法院也都宣布 暂停皮塔的国会议员资格 在泰国国会投票通过前进党党灰皮塔 总理候选人第二次提名无效之后 大批皮塔的支持者手持标语 到首都曼谷的民主纪念碑前示威抗议 泰国国会上下两院 星期三召开联席会议 42岁的前进党党灰皮塔 再次获前进党等组成的八党联盟 提名为总理候选人 不过在国会辩论期间 泰国宪法法院裁定 暂停皮塔的国会议员资格 他接受裁定并一度离开会场 几分钟之后再延伸 他将国会议员证件摆下之后 向支持者表示感谢 并且在掌声中再度离场 国会就皮塔获再度提名是否合法 进行辩论和投票 以395票对312票 另有8人弃权的结果 通过其总理候选人第二次提名无效 随后休会 但没有表明何时再投票选出新总理 泰国选举委员会上个星期 请宪法法院 说皮塔在今年5月大选期间 持有传媒公司股份 违反选举法 要求法院审理 并且在有裁决之前 暂停皮塔的议员资格 宪法法院星期三同意受理呈请 要求皮塔在15日内提交说明 皮塔曾经说 有关股份是爸爸的遗产 已经转手给其他人 皮塔在上个星期四的第一轮投票 未得到所需的票数 八党联盟之一的韦泰党说 如果皮塔再度当选失败 将在下轮投票提名 来自那个党的60岁房地产 大亨斯雷塔各族总理 无线迪斯记者陈慧珊博道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上升 盗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年升第八个交易日 标准普尔500指数 和纳斯达克指数 就年升第三日 盗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5125点 升17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4572点 升17点 企业业绩普遍理想 加上市场估计 美国加息周期接近完结 美股向好 投资银行瑞士顺态 将标普500指数 今年年结位预测 由4050点 调高到4700点 开市道只升39点 上周中段升幅 扩大到282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银行股的表现比较好 欧洲故事方面 伦敦富士100指数 升134点 巴黎克指数 升7点 德国DEX指数 跌16点 其他消息 内地今年上半年 有1亿6800万人 次出入境 当局又说 澳车北上 和港车北上 先后实施之后 港澳私家车 已经成为 口岸通关车辆的主流 内地今年年初 解除入境的隔离措施之后 开始恢复正常出入境 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 上半年 全国移民管理机构 一共查验 1亿6800万人次 出入境人士 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7倍 当中近7500万人次 是港澳台居民 通关之后 申请护照的人数急增 上半年 签发了大约1千万本普通护照 较去年同期增长26倍 签发往来 港澳台出入境签注 也都增加了15倍 港车北上 今个月开始实施 截至今个星期一 经港珠澳大桥 出入广东的香港私家车 已经超过2500架 通关数量 是澳车北上同期的5倍 港车北上政策 是中央支持香港发展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重要举措之一 对促进香港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具有积极意义 当局说 政策实施到现在 获得许可证的港澳私家车通关量 占口岸每日 客车通关总量五成以上 已经成为口岸通关车量的主要种类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宁报道 美国证实 一个驻韩美军 在板门店越过分界线 闯入北韩 事件更多的细节曝光 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 一名在边境板门店 参观共同警备区的美国公民 擅自越过军事分界线 进入北韩 美国防长奥斯丁证实 该名美国公民是美国士兵 他蓄意和美京授权越过军事分界线 相信正被北韩拘留 板门店离南韩首都首尔 大约50公里 位于两韩非军事区内 由联合国部队和北韩军队 隔着分界线驻守 无线电视机者陈日三博道 北韩在近一个星期内 载度发射导弹 南韩说北韩的核挑衅 将会令到北韩的政权结束 南韩总统韩石月 星期三在釜山登上 美国核潜艇肯塔基号 可以搭载多枚弹道导弹的肯塔基号 是美国时隔42年来 首次停靠南韩的美国战略核潜艇 韩石月警告 如果北韩发起核挑衅 将会导致他的政权结束 南韩的核潜艇肯塔基号 在潜艇到访之際 南韩至北韩星期三凌晨 由迅安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各自飞行大约550公里之后 跌至到朝鲜半岛东面海域 日本说两枚导弹最大飞行高度 大约是50公里 期间可能出现不规则移动 推测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範为外 由指引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南韩有分析指 今次北韩导弹射程 同顺安至美国潜艇停泊的釜山港 直线距离554公里差不多 显然是抗议美国核潜艇到访 展示北韩发动特杂的能力 北韩上星期三发射一枚火星18型 洲际弹道导弹 据估计射程可以覆盖全美国 无线电视记者张卫聪报道 稍后回来会有下一次新闻 早在60年代 港府已经就设立中央公积金的可行性展开研究 重温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 1986年提出的相关建议 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今天讨论 中央公积金咨询文件 经过三个小时会议 委员会得出结论 赞成推行公积金计划 目前在香港社会环境之下 一方面我们的人口逐渐老化 一方面我们社会价值观逐渐变 社会的家庭的结架也会是蜕变中的 在这种种情形之下 老人退休这个问题是不容我们忽视 李习培说他们的建议是包括公积金计划是强迫性 雇主和雇员都要参加 不过当局仍然要保留现有的社会福利 使得市民肯定有保障 另外公款人可以由一个公积金 转去另外一个公积金计划 以及所有公积金计划 要由政府立例定下基本的标准和条件 李习培表示 他们认为公积金的钱 是不应该由政府统一来管理 以免无风险 而他们对于5%的公款数字认为是合理的 大家好,我是陈雨桥 西湾河丽湾大厦 前方有石屎剥落 一个男徒人的头部被击中受伤 有工程师认为和风暴或下雨有关 事发之后 消防员联同屋御处人员升起云梯 到剥落石屎的位置检查 又用锤子敲打剥落的位置 多处钢筋外路 附近多处外场明显拱起 屋宇处人员之后清理盐棚批档 防止有碎片跌下来 并检查大厦外场其他出现裂缝的位置 消防处探塔搜救专队也出动 现场是有58年纽龄的西湾河丽湾大厦 夜晚6点半 一块10寸乘15寸的石屎剥落 击中一个路过年约20多岁南途人的头部 他接受救护原治理之后 清醒送往东区医院 近日接连有旧楼外场石屎剥落 旺角保安大厦月初更加在4日之内 外场两度有石屎跌下来 星期日通赛街196号也发生同类事故 击中两架私家车 有结构工程师认为 接连有石屎剥落 估计和风暴和连日骚雨有关 打风 你的风就会将它那些石屎或者什么 拉出来 就容易将原本有少少剥落的地方 拉扯下面 就会拉大了 一个长的时间去下雨将它 英泥山里面的强度会减低了 还有它外面那一层石屎一号 或者它那个表层的色面也好 它因为吸了水 它的重量会增加的 就变成它会加大了 跌下来的可能性 然后室内有没有一些浸水的现象 或者是站在窗窗上望周围的石屎 会不会见到有一个很明显的联名 那时候它就应该去处理 我必须提出就是 楼宇安全是业主的责任来的 政府其实是帮助他们的 包括我们有资助计划 也都好像刚才说的事件局 也都有一些换助性的计划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星期曾经说 政府会主动处理较高风险 甚至有即时危险的楼宇 也都会加大强制炎楼的执法力度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告 22岁女学生在前年铜锣湾刺警案后 在网上发布煽动言论 在区域法院被判囚10个月 案情说前年7月1号铜锣湾刺警案第二天 22岁报清学生的被告叶善敏 在网上包括Telegram公开群组 发表煽动他人习警的言论 又在Facebook说 其实有东西值得我们学 在Instagram也都发文说 本人乃恐怖分子 支持以最暴力行动等等 两天之后他又私信人家说 我要拦上他们死 被告在警戒下说是一时冲动或者贪玩 才犯事 他早前承认一项煽获他人有意图 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 法官谢审志为判刑的时候说 案发的时候香港正值一连串暴力示威冲突 被告犯案前一日 更加有示威者刺警之后自杀 在这种氛围下 被告煽惑商人和使用枪械 加剧破坏社会安宁 被告在三个网上平台作出煽动 明显意图煽动更加多人去伤害 甚至杀害警员 而被告已经因为涉嫌妙事法庭收过律政司信件 但是他在帖文中说没什么惊 显示出他目无法己 法官说被告罪责极严重 判刑必须起座客 以15个月为两刑起点 考虑到被告认罪判监禁10个月 被告2020年曾经发布起底警员资料 事后承认妙事法庭和被判换刑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一年七日的书展揭幕 有参展商预期 全面服装加上消费券发放 渴望带动生意有一成的增长 也都有参展商出售公共图书馆下架的书籍 说不担心遭到投诉或者禁售 不少等候已久的书迷 早上10点一开门就直奔心仪摊位 排头位的书迷凌晨令时已经来排队 买林永森春不签名小席 今年多了很多人 真的多了很多人 比我意气 有参展商期望入场人流 较去年85万人次多 带动生意额有一成增长 今年全面復偿 加上有消费券发放 所以我们都估计今年读者购买肉 其实就会高 所以我们都做一些 要多买多菜或者消费券的优惠 今年主题是儿童及青少年文学 有市民第一次和女儿来行书展 我就预了1500元左右 看看有什么书是对的就买多一点 有小朋友入场10分钟就有收获 买了一套英文故事书 可能买一下Harry Potter Land of Stories那些 因为已经很想要很久了 除了看书还可以听书 包括徐志摩的座别 汉桥和西西的美丽大厦 也都有参展商出售公共图书馆 早前下架的书籍 包括资深传媒人 欧加伦的著作 这本书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买 就算是下架那两天 其实政府都说书可以在书局里买 其实我们又不是很担心的 因为如果大家真正看那本书 其实是旅游书来的 真的完全 其实我们就看不到有什么可以 值得去投诉 主办的贸法局早前说 不会预先审查书籍 或者设有禁书名单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报道 劳资审材署早前裁定 餐饮配送平台和司机有雇佣关系 有劳工团体说近日多了工友 针对自雇人士的权益求助 勁哥在外卖平台做了四年 两年前他送外卖的时候 发生交通意外 有架的士 那他冲红灯 那就撞到我 那我就断了八条银骨 住了医院一个月 那公司就有 跟我买意外保险 就是批多了六个月而已 他当时向劳工署投诉 但处方说根据合约 他是自雇人士 他于是无再追讨 我对法律人不好识 通常打工仔都是 没那么多时间去浪费 没有那么多资源 很无奈 扭得他 今年五月中 劳资审材署裁定 餐饮配送平台Sig 对六个司机有控制权 双方有雇佣关系 有劳工团体说 判决之后多了公有求助 外卖平台的外卖员 都很多找我们 他们遇到的因素 包括被取消工作户口 更加多是工商 Seek这个案件爆了出去之后 就更加多的人来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现有劳工条例赶不上市场变化 政府应该修例应对 例如今次这个案件有这样的条件 下次平台公司可能会认识 尝试规避控制 亦被控制关系 最好就是政府既修改法令 连线雇佣关系的定义 劳工署回复说 政府对相关的议题很重视 处方会研究合适的措施 加强平台工作者的保障 无线电视记者杨桂兴报道 政府计划鼓励油站加装 电动车充电设施 但是油站的空间有限 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 随着充电技术发展 可以缩短充电的时间 九龙湾一个油站用地 已经丢空一段时间 日后如果再有油公司接手 就可能不止加有服务 随着电动车和新能源汽车普及 2035年或之前 不再发牌给汽油车 已推动2050年前 车辆零排放和碳中和目标 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 上个星期通过放宽油站地契条款 协助全港大约180个油站转型 配合未来需要 包括提供适当誘因 安装电动车充电设施 使用用地的年期缩短至12年 以及容许政府对电动商用车 充电价格设上限等等 电动车现在主要在商场 工商客 屋苑停车场等充电 停泊期间 司机可能要到附近消遣 工作等候 但香港油站通常只是附设便利店 地方较小 又可以主要降到隔离 加上言行规例 油站土地上也都不可以有餐饮 休息等的设施 有立法会议员期望 将来充电技术改善 要从技术的发展方向方面想 其实在全世界都有适当研发 都是朝靡的方向 如何使用这些电池的充电 可以很短时间去完成 将来油站充电力汽车等于今天 去到入油 这么方便这么快取都不定了 政府早前说 相关政策局和部门 正是为实施细节作准备 期望今年稍后向立法会作出简报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报不到 有此一会 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继续新闻时间 一个中学生挑战男子不准留长法的校规 向评计会投诉性别歧视 评计会裁定指控不成立 东华三院黄斐岚中学 应届文彭市校生林泽俊 去年向评计会投诉 说校规禁止男学生留长法 是违反性别歧视条例 林泽俊说4月收到评计会的信件 提到他的投诉缺乏实责为由 终止调查 信中又说 因应社会传统或者普遍准则 对男女私家不同对待 不一定属于性别歧视 举例商业社会对男女依着上 怎样算是端章有不同要求 这些不一定是性别歧视 机构采用传统标准并不违法 评计会亦都拒绝向他 就相关民事案件提供私法援助 林泽俊说得知调查终止之后 已经递交了法援申请 并且计划提出司法覆核和民事诉讼 校方发声明说不宜评论司法程序 但是过去一年多一直配合评机会调停和调查 并且听取学生的想法 以学生福祉为本 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适切支持和辅导 有教育界人士认同学校规范学生而用是有需要 作为教育界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尊重一些既有的学校规范的做法 一般来说学校不是事必说每一件事都要在社会上跟到这么时尚跟到这么贴的 我们更加强调就说校服疑人的整结 他强调男女生理和心理都有差异 教育规则定立上也都有商认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近期再次兴起人工智能改图 将自己的样子加入到不同造型的相片里面 有科技界人士提醒 互乱上载面容等生物特征有可能会泄露私隐 不同应用程式商店都可以找到多种AI换面的工具 除了可以将自己的样貌换到艺人 电影角色和历史人物等的身上制成照片 有些更加可以套入不同场景制作短片 以这款程式为例 用家要上载10至20张自拍照 清楚显露面部和包含各种角度和表情等等 虽然不少程式都列明会收集图片 用户位置等的数据 不过上载的面容资料去了哪里 用户可不可以要求伺服器删除 部分程式未有提供方法 市民下载之前又有没有留意呢 没有啊 一般不会关注这些 为什么呢 可能想着试一下就过了 不会看他如何去效俗 如何去用那些面容 个人信息 因为大家都有彩 不往上传 就会好奇 如果有这些支付开通了面容的话 就很难担心 人面识别等近年普及 可以取代密码或者是锁匙 也都可以用作核实身份 网上银行转账或者过关等等 有科技界人士说 市民多数对面容等生物特征的 个人资料安全意识不足够 有时开户的时候 需要你提供电话或者联络之旅 当你个人的照片 和你自己的联系方式 可以放在一起 而给到那个企业 是可以联系到的时候 其实那个已经构成一定的 我们叫做私隐通险了 可以因为你有足够 你这些个人很英俊的照片 而他创建到一些 你的深刻的一些 视频或者是照片出来的时候 大家想想 其实那个他可以因此而 做到很多很有创意的骗案出来 是骗你身边的人 他提醒即使想用类似 消贤应用程式 应该避免过量顺畅个人照片 以免开发箱 拿到过多的数据 慕斯里斯记者 侧元文部道 新加坡政坛再爆丑闻 在野工人党 一个已婚男国会议员 同一个已婚女党员 因为拖手片段曝光 而被揭婚爱情 两个人退党 卷入丑闻的 是53岁已婚国会议员贝里安 和37岁已婚党员 同时是工人党青年团主席的 蛇雪玲 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 两人在餐厅内拖手 举止亲密 工人党秘书长不单声 召开记者会交代长情 说两人在2020年大选之后 曾经发展短暂关系 但是两人当年被问及谣言的时候 都作出否认 不单声话 工人党要求党员诚实面对 已经接受两人的退党申请 贝里安也都宣布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 今次继交通部长易华人涉贪受查 和国会议长陈川仁被揭发 和女党员有不当关系而辞职之后 新加坡政坛再度传出丑闻 外界关注连串事件 会不会牵动新加坡政治形势 无线电视记者叶方宏报导 中国巨报开始全面对进口的日本海产 进行辐射检测 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如何应对 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开始大规模 对日本进口海产进行辐射检测 日本政府发言人也都证实 部分舒华海产在海关受阻 日本市中方行动 是对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施压 日本外务省和农林水产省 正在研究如何应对 由于辐射检测需时 现时冷藏食品清关需要大约两个星期 冷冬海产就需要大约一个月 势必影响日本海产供应 有上海的日本餐厅说 由于日本进口的吞拿鱼 自上个礼拜四起已经团供 要被逼转用西班牙吞拿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 会要求同中方基于科学证据 讨论核污水排海问题 又重新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报告 认为核污水排海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将会保持高度透明 继续向国际社会分享相关咨询 中国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 禁止日本福岛等10个都员的食品入口 月初再强调会继续查验 所有来自日本的食品 特别是海产 并且加强对放射性物质的检测力度 中国驻日大使馆发言人就再次敦促日方 正视国内外合理关切和反对声音 立即叫停排海计划 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水 设计维护海洋环境安全和各国民众健康权益 无线电视记者叶方宏布导 休息回来会有另一次新闻 未经许可 bonnar 经历 attack 快速 都 浑 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